我是看了連播吧 新闻三小紅奶的節目 今天楊姐在節目當中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這位好朋友 再次來到楊姐節目跟大家聊聊 我們邀請到的是我們屏東縣第二選區 我們的立委參選人林玉仙 玉仙你好 楊姐好 我們線上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林玉仙 最近的這個新聞 楊姐看了心怕怕 而且follow最新的新聞 就是這個所謂秋行軍蟲 屏東也已經淪陷了 應該是說農委會說好像全台灣 沒通報不代表沒有 可能全台灣都已經陷入了秋行軍蟲的一個警戒 真的是很恐怖 尤其在屏東也是農業大縣 聽說玉仙你有去直擊秋行軍蟲 不敢說直擊 剛好我上個禮拜六 剛好一早就下去恆春 就有很多行程很多活動 他就在差不多11點左右 就接到縣政府這邊還有一些記者就說 車城鄉的田中村發現秋行軍蟲 那一天也剛好我們潘孟安縣長剛好下去恆春 因為恆春國中要蓋宿舍 因為大家都知道恆春就是老師嘛 有很多是外地來的 所以縣府也跟中央地方這些就是要蓋一個就是 住在外地的老師留下來可以有個住宿的地方 也增加留在偏鄉服務的這個意願 剛好他一聽到他可能動途完他就趕過去現場 縣府的人就在那邊處理 那當然我們就第一時間也不方便去嘛 因為第一時間也是一定管支區域是最大 因為那個跟各位報告那個面積大概是講一公頃左右 那面積比較大呢 其實面積比較大 那大家也知道車城是以生產洋蔥為主 那洋蔥田你也知道就一望無際很廣闊嘛 很廣大 那所以我們就跑完一整天的行程大概晚上八點 然後去到現場 縣府跟農改廠跟廠商都還在處理 他們還在做緊急處理的動作 因為發現秋行軍蟲的蹤跡之後 當然這個事件也要感謝我們這個宣傳 這個農委會啦各農政單位的宣導 農民也有警覺心 農民警覺心非常高 他看到奇怪怎麼葉子是咬成這樣 他馬上通報車城農會 車城農會馬上就來看 剛好現在網路科技APP很方便 就馬上拍馬上上傳 判斷哇 秋行軍蟲 對這是所謂幼蟲的樣態 就馬上下來緊急處理 那緊急處理會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焚燒 但是因為當天恆春曼島在刮洛杉峰 所以焚燒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選擇第二個就是把它挖三公尺深 然後再覆蓋污肥 人家說黑肥 帶有一點毒性 可以殺死這個 可以悶死這些幼蟲 因為它跟水作用的話 它可以有熱度 溫度會提高 就可以悶死它的幼蟲 然後再大概覆蓋上去 大概覆蓋兩公尺 就距離地面大概還有一公尺左右 然後那一塊田 就要管制三個月 不能再去 不能再 不能做農作的工作 所以 當然也希望說就能夠救死 就打死 但希望是這樣 但有的相信說 政府把這些農作物 就是用掉 這樣是農民損失 那一天我有問農政黨會的人 他也說 這個就是會 依據我們政府的法令 會進行補償的動作 所以 農民不用擔心 對 不用擔心了解的問題 那因為全民應該是說 就是 防治這個求行軍蟲 也非常重要 我今天看了 我們農委會的報導 他說 全台灣已經發現55隻的成蟲 成蟲就是他一定會背 就是已經變成鵝了 變成鵝 它是沒有方向性的 所以要百分百的 根除 基本上是已經不太可能 對 所以就只能靠大家的情覺性 全民一起來 防治這個求行軍蟲 因為 求行軍蟲 因為它是 主要是侵害的就是 核克類 就是所謂的稻米 還有我們的 玉米 這是在台灣 農業大限都最多的地方 甚至它影響到就是說 產量 可能會影響到一年 會損失30億左右 哇 30億 因為這個秋行軍蟲 第一個被發現是在苗栗 對 楊姐就很有感觸 因為我是苗栗的孩子 對 我就覺得 因為我們家也是種種了 種水稻 所以都會覺得 也蠻擔心我們的家鄉 會不會受到這個 秋行軍蟲的迫害 對 因為有人說這個秋行軍蟲 就好像是這個 植物版的 非洲豬蟲 大家都怕 真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 當然大家要警覺心 對 那再來就像玉仙說的 如果我們 我們聽眾朋友 我們有的做餐 那我們發現說 有這個蟲 那你不是很確定 可是你趕快去跟農政單位通報 對 來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秋行軍蟲 對 那如果真的是的話 我們也不要擔心 我覺得我們也是必須把我們的田管制好 不要再蔓延出去 這個很重要 至少就從 幼蟲的部分就先把它乾除掉 不要變成蛾 對 飛出去 就沒有方向性嘛 對 所以大家都還是要提高警覺 對啦 尤其其實這個 成蟲的部分 不會齁 成蟲部分 目前在台灣被抓到55隻 我就可能還會再攀升 不過我們還是希望台灣能夠 在這個秋行軍蟲的肆虐之下 能夠穩定下來 希望可以不要再增加了 對 大家要有一個防疫的一個準備 好 那其實在這次 屏東說實在的 在立委的選舉也是非常的緊張 對 下個星期就要做初選了 下個星期四 對 到星期六 對 就是27號到29號 對 要進行電話的民調 OK 這是昨天剛出爐的時間 是 就是我們兩個一個帥哥一個美女 一個帥哥一個美女 一個帥哥一個美女 協調出來的時間 是 那所以 也 但是昨天在會議上 我們縣長部主委也說 這 還有包括 包括宇會 也包括像 蘇清泉院長 他也剛好有來到現場部 他也說 這兩個年輕人真的也很認真 是 也是 也是 國民黨的竹竿 是 那你家也走很久的 跑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對 他說跟平北比起來 就 麻煩對 因為平北是最近 最近才 才開始 才開始 葉壽山局長辭官嘛 回來屏東參選 可能應該是 預計明天要登記 黨內登記 是 所以他們沒有意外的話 可能是三個 三個優秀的同志 反正 都是 我覺得看起來蠻樂觀 就是都是終生大 而且都年輕有為 大家一起來 我們這個選舉算是年輕 對對對 七年級生 七年級生 帥哥加美女 對 也比我們莊立委年輕二十歲 年紀這個就可以稍微自豪一下 說到年輕 其實最近 有一個議題 年輕人也很關心 我覺得好像 也不只年輕人 很多 在 台灣這塊土地也好 尤其像在香港的這塊土地也好 都非常的 關注的一個消息 就是 這個反送中的大遊行 那其實在 楊潔Follow 遇先 你在臉書當中 你也有一個發言 講說 沒有國沒有家 何來黨 這個 你也聲援 在這次 就是反送中當中的一個 你的一個 談話 對 那余軒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 其實這個議題 也是蠻多人關注的 對 那你的想法是怎樣 基本上這個 呃 這個條例的修法 這個起源應該是說 有很多的案例 尤其像 我記得是去年 有香港的情侶 對 來到台灣 台灣 結果男朋友 把女朋友 殺死 騎士在這邊 對 但是在這個法令上 香港政府 就是我們台灣政府 希望他就 引渡回來 我們自己審判 用我們台灣的法律來審判 但俞法是沒有辦法 香港政府 沒辦法做這樣的事情 對 變成說 他當地 當地 他也沒 只能用 什麼 金錢 洗錢的方式 然後只能 關他 幾個月就沒辦法判死刑 因為發生地不在香港 那所以他進行這樣的修法 那可是這 最大的爭議點 我覺得是 其中有一條 是說 特首牽制 就可以移送 中國大陸 是 這個 就是 最大的爭解點 衝突的點 因為 我們都知道司法是獨立的 包括在台灣也是獨立的 是不容許政治的介入 那所以變成說 他政治的手伸到司法 那也造成 香港的 抗業群眾的 那個 情緒啊 就越來越高張 那當然 在 政府 執法的情況 可能 以台灣人來講 因為我們 民主自由 很多年了嘛 幾十年了 看到他 用塑膠子彈啊 又各方面 看了也是會心痛 是自己的人民 如果我們今天指證 我們 我們會這樣子 對我們自己的人民 應該是不會 在台灣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那我也相信說 台灣人也 在抗爭上各方面 也是比較理性啊 是不會說像 有些國家 就 還會趁火打劫 還有各方面 台灣應該是不會發生這樣 因為我們的素質 都會比較高 那當然香港他 這個問題呢 其實 我會發表這篇文章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說 有的人把 台灣跟香港 做個 對比 說今日香港 就是明日的台灣 這個基本上我是不認同 對 而且又說 呃 九二公司就等於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這個基本上我覺得是 大家可能 用政治的語言 把它混淆了啦 九二公司基本上他就是 堅持義中的原則 那但是這個 中國的含義 這雙方是 有歧義的嘛 當然我們認為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當然他們是認為另外 那就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大陸就是大陸地區 那香港是香港 那我們自由地區 都是台澎金嘛 台灣人 絕對 不會 同意 一國兩制 這樣的方式啊 包括我自己 我也是完全不同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是 但是你說 台灣要跟香港做比較 香港是 過去是英國殖民 那它是有 有合約 有條約 就幾年 就要歸還給大陸 這所以是不一樣的 當然現在因為選舉年嘛 就每個人就會 把它擴大解釋 那當然我覺得 我的發表臉書 這篇文章 我發現也 網軍海啦 也是有很多的討論 網軍已經變成海了 都大家攻擊啦 是 但我也都尊重啦 因為台灣就是言論自由的國家嘛 OK 所以 玉仙你在你的這篇談話當中 你也說到 如果你當選中華民國的立委 一定會捍衛我們國家的主權 用捍衛我們國家的這個全體 那希望大家給你力量 對 所以這部分也是你的堅持嗎 對 基本上 中華民國 就是 有 很多人是說 就是 其實是藍綠的一個 最大的公約數 我們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有自己的憲法 有自己的軍隊 還有自己的政府 我們在這 這片土地 也幾十年了 那我們 也喜歡這樣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 中華民國是 全球華人 民主自由的堡壘 因為我們來去看各個國家 各個華人國家 也沒像台灣這麼有民主啊 總統直選 立委也直選 我們大家都可以直接民主 所以我們要去珍惜 我們難得的民主自由 所以 如果預先順利進入國會 也絕對是用生命來捍衛我們的國家 當然更重要的就是 一些不合時宜的法令 當然是要修改 當然 香港這個問題就是 最大的問題點就是 政府缺少的溝通 也沒有 公聽會 各方面沒有聽大家的意見 就產生了歧異 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OK 其實楊潔最近也follow到一個新聞 那這個新聞 相信很多人 很多人也在版面上也都有看到 就是 黃國昌委員 他也到了平通 那這個新聞 他在這個立法院當中 他有做一些質詢 相信很多朋友如果有follow新聞的話 應該也都有發現 他在講這個養雞場的事情 那 在新聞畫面當中 我看到玉憲也站在旁邊 還有莊瑞雄委員 他也站在旁邊 那 其實 在這個事件當中 他在立法院的一些談話 他的確是指出了所謂的 在屏東地區 可能是有一些所謂的不合法的事情 所以他在立法院當中有一些言論 他也指出一些數據跟一些資料 那 在這個部分的話 他預先也去關注了這一個事情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一起來談一談 那很多民眾也認為說 其實在當地如果真的是不法的事情的話 那在屏東的立法委員民意代表 他是不是有發生過呢 那有沒有為這件事情來提出他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一些監督呢 今天的熱熱養雞場應該是說 發生到這時候已經超過五年多的時間了 但是你說 雞腮味這種東西 要把它 去除很難啊 要把它量化 然後你說要 真的檢測違規各方面 那當然還是這中間有開了幾次發單 憲府的環保局的機查科到場 儀器也許 也許沒有辦法說 喔真的很超標或怎麼樣 但是他聞 人體聞 這感受的問題 就覺得是臭嘛 那當然你說一件事 在這個地方 我們水底料的鄉親 你受了五年多 當然有時候感受你是沒辦法量化 可是 大家就真的動不掉了 所以也 危場抗爭各方面 然後 包括在很多鄉親會透過網路 透過臉書來發聲 現在有一些媒體會報導 你會想說 一個養雞場 這個事件 到現在五年多了 然後當地居民會覺得 我們政府是做了什麼 甚至有人說 我們檳南地居是沒有在地理法委員 哪要輸到新北市的立委來幫我發聲 當然也有這樣的質疑 所以 黃國昌委員他那一天 下去 邀請了我們中央各單位 各主管機關 下去要會看 對 那 也包括農委會 包括國產 國有財產署 對 包括 那個 自來水公司 各方面 相關的單位他都有邀請 在地的 鄉公所 也有派 派員來參加 那剛好因為 鄉長那一天 應該說那 八天 好像出國考察 之類的 所以 但最重要的就是 屏東縣政府的人 官員沒有來 所以也沒有辦法說 進場說去 勘察 或各方面是沒辦法 所以就只能在外面 當然 有人會說 黃國昌是時代力量 中六雄是民進黨 李玉謙是國民黨 我怎麼會去 坦白說 地方上的事應該是 不分難率 地方的問題 應該也是不分難率 來去 大家想辦法去 解決 因為 有難過要顧 而且不只 雞腮味的問題 還有這個場 也是 戰地也是 蠻大的 一公頃多 風扇的聲音 也是會造成一些噪音的問題 當然這些 種種 我說的 就是感受的問題 要量化 可能沒有辦法說 那麼 有辦法去數據化 但是 人的感受 他整天都 憑到這個雞腮味 還是聽到這個聲音 也不是睡 聽到這個風扇聲 我們自己也知道 有時候睡到一半 人家廟會放鞭炮 有時候也會被嚇醒 對 這都是感受的問題 當然這個案子 最特殊就是說 他的 負責人 可能是 就是名義代表的 先生 或各方面 就是 這個背景 就是名義代表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欸 這裡面到底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特權啊 有沒有不法啊 各方面 當然我們一般 百姓是沒有辦法去斷定 這些就是 一定是我們的行政機關 跟我們的司法單位 要去調查 對 這件事情 尤其最近 憲政婦說 相公所應該要出審 對 要盡情出審 相公所覺得說 你如果不法 你就直接把它關掉 嗯 直接把它觀察 是 所以就在那邊癥結 可是在外人的眼裡 現在 資訊非常透明 對 臉書媒體都 資訊公開的啊 大家會覺得 欸 你憲政府跟相公所 你是在踢皮球嗎 OK 這很大的癥結點 就在這裡 啊 當然如果我們以 各個 各個 欸 比方說像序幕法啦 各項的法規 地方的主管 主管機關 基本上就是縣市政府 是 直轄市就直轄市政府 嗯嗯 對啊 啊所以 縣政府的角色反而很重要 嗯嗯 就那天去到縣長 對 連莊立委也說啊 啊 縣政府的人沒有來 也沒有辦法 也沒辦法進去啊 也沒辦法解決啊 也沒辦法解決啊 你在地方就是 一樣就是地方政府 要去處理嘛 是 對啊 啊但關於中央的權責 就中央要負責嘛 嗯哼 啊但立委 他是監督中央政府 對 啊 當然地方政府 縣政府就是議員 嗯哼 嗯哼 鄉政公所就是代表 是 好 當然這個問題喔 像 呃 就預先說了 民眾也 呃 好幾年的時間 忍受 對 好像 呃也提出了很多 民眾也提出很多的抗 抗議的部分 對 那我們的民意代表 有沒有辦法去做處理 或者是做審核 或者是做一些 有沒有辦法 在這個污染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做一些防治 其實都應該還是 還是要替民眾解決問題啦 對 好OK 時間關係我們先讓電台進行廣告 等會呢 在休息過後再跟我們現場 來參加我們冰冬館 對於酸酷我們的立委參選人 林玉仙繼續聊 等會馬上回來 大家好我是樂樂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生活的好東西是 普羅拜爾有機梨麥黑骨堡 現在有在電線 普羅拜爾 楊貴婷楊營養師 楊營養師你好 樂樂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營養師 我有一個問題 要向你請教 因為我們的世大人 年會有了 行動力走路 各方面都會比較慢 醫生當然就會建議 補充鈣質 或者是喝一些 營養奶粉之類等等 但是市面上的營養奶粉 也霸霸醬 但是我們又知道說 老人又特別需要鈣質 或者是一些骨類的營養 所以我知道普羅拜爾 現在有一種骨類做成的營養骨粉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給我們的市大人 我們普羅拜爾有一個產品 叫做有機梨麥黑骨堡 都幽黎的 完全都是幽黎的 它這個骨堡裡面 有一個最重要的新聞就是 它有黑骨類 黑骨類 黑骨類 這個名字很聳動 對啊 什麼叫做黑骨類 它就是跟我們市大人最需要的一些黑骨的食物 都放在裡面 譬如說黑骨 黑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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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黑骨 這幾個部分的東西 其實醫生都會叫我們市大人要去補充 要去吃 是 像我自己的家人的人 它都會去吃黑骨 主要就是它裡面的蓋子很高 對 還有黑骨膩 黑骨膩 黑骨膩 大家都說都可以讓它 循環比較好 是 所以這個黑骨類就是專門 為了我們市大人去吃骨 黑骨 黑骨 五種五種類就對了 是 黑骨類 它在沖泡很興奮 不用說你再去摸黑骨 或是再去摸黑骨 它就是直接沖泡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人 如果走路比較不方便 或是肌肉比較不辣 都可以補充黑骨類的東西 食材都給你挑幼稚的 都有認證嘛對不對 這都是我們經過我們台灣的有機認證 經過我們這個有機的工法 這個有機的製造 它其實很厲害 它像我們家人在煮米這樣 所以它裡面的營養成分都沒有被你破壞到 有的人吃一些麻煩會上火 對 那就是蓋它的草培技術有關 是 不過我們這個黑骨類 我們不是用草培 我們是用蒸煮的方式 我們是用蒸煮的方式 多期都把這五種骨類的營養 都把流點這罐裡面 所以它只要每天沖泡 就可以這麼簡單 不用說自己準備這五種骨類自己煮 對嗎 對 好 謝謝營養師 黑色的五種骨類 這全門要推薦喔 是大人的 普羅拜爾有幾禮拜 黑骨堡 現在有在做優待活動 車卡 空白空空193193 空白空空193193 正門算上安賴這部 我是楊潔在現場 讓大家來開槓 那當然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屏東縣第二選區 立委參選人林育仙 在我們現場 跟大家一起聊天 那今天其實 有很多育仙的好朋友 也鎖定我們的臉書的直播 跟大家一起來 跟育仙加油鼓勵 育仙其實你也看到很多朋友 跟大家問好一下 各位線上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今天直播人數 蠻高的 兩百多 現在好多朋友 都在follow育仙的消息 尤其其實 從各個議題的一個掌握 育仙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聊 我們看到很多人 有冠長 還有 吳秀琳 秀琳 林聖宏 聖宏 哥我來囉 很多 所以真的很多好朋友 都在follow育仙的消息 也跟大家問好 中島要去吃飯 中午 很多人是吃飯 配直播 這樣也是不錯 因為我們講的都是很正面 很建設性的 說到吃飯 其實在前不久 在端午節的時候 育仙也跑了很多地方 對不對 那有吃到好吃的粽子嗎 吃到有點 哈哈哈 印象比較深還是小琉球的粽子 真的喔 小琉球粽子有什麼味道 因為裡面還有 有香腸啊 等一下 小琉球粽子裡面有香腸 對啊對啊對啊 還有什麼 然後還有像 魚肉 蛤 魚肉這個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但是很好吃 魚肉包的肉粽 對啊 那吃起來 可以感覺得到它是魚肉嗎 可以感覺得到 但是好吃啊 就鮪魚嘛 喔鮪魚 鮪魚肉粽 鮪魚香腸 當然也有豬肉 也有豬肉 還有鹹肉軟 我覺得很豐富欸 哈哈哈哈 跟我平常在其他鄉中吃的 不一樣 不一樣 OK 小琉球那邊 而且應該是小琉球東港地區限定吧 因為靠海邊嘛 靠海邊 對 欸我還蠻好奇的欸 那個 它是先 它的魚肉先煎過嗎 還是說 應該 還是包生的下去煮熟這樣 沒有應該是有煮過 有煮過再下去煮 對對對 所以它吃得出魚肉的口感 吃得出魚肉的口感 就鮪魚嘛 哇 對啊對啊 哇那應該一顆價值吧 哈哈哈哈 無價無價 這好像沒在賣 這是 肉粽多才有的 OK 預先到小琉球去 有發現 小琉球的民眾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或者是說 當然說除了吃粽子之外 過節開心啦 但是 也是要聽民眾的聲音嗎 對不對 民眾的聲音大概就是 前陣子剛好馬總統去嘛 上次也有聊過就是 漁業三法的問題 是 漁犬的問題 嗯哼 那再來就是 觀光這個民宿業 對 這個土地合法的問題 嗯哼 這個可能有牽涉到一些用地 對 這可能是農地啦 或者是工業用地啦 是是是 這可能在民宿管理條例裡面 是沒有辦法允許 沒有辦法合法化啦 簡單是這樣說 那當然 但是這個問題就不光是中央的職權 嗯哼 也是縣政府 我們地方政府的職權 是 這個可能 正常來說是 每五年要通盤檢討一次 嗯哼 那這個可能要靠當地的鄉親 當地的民意代表 來向縣府來發聲 嗯哼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是 那中央這邊 當然有在地的立委 就我們來負責去努力嘛 對 讓小琉球 這個地方 就是很適合 適合發展觀光的地方 嗯哼 讓它的民宿都可以合法化 大家可以 人進的來 對 可以賺大錢嗎 賺大錢 小琉球發大財啦 貨賣的出去 就是我們的麻花卷賣的出去 哦 小琉球麻花卷 很多人去玩都會帶回來 對 對 是啊 啊所以 人民有錢賺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以貴賢賣啊 是 對不對 好 OK 好來 今天預先來齁 我想要請我們的同仁幫我秀一下 這個交安的直播 因為其實這個路口安全是很重要的 來 聽眾朋友在行進路口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這左右來車 尤其要轉彎的時候 特別容易發生危險 那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8跟第49條的規定 機車呢 為依兩段是左轉 或者是 汽車呢 在禁止左轉的路段 回轉的話呢 回車的話呢 會儲新台幣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還 所以 無論說我們騎自動車 或是開車 轉彎的時候 都需要依照相關的規定行駛喔 才能保障你我的安全 以上資訊呢 由交通部 當會及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所提供 好 那當然在今天預先來齁 我們談到很多 其實我們講到這個交通安全的部分 你們常常在趕行程 其實說實在的 有時候 也會看到說 又發生一些交通的事故 我們也希望說大家都能夠平安 其實有時候發生事故 都是因為轉彎車的問題 對這個尤其 包括我自己 最近有看到 對 機車這個 唯一兩段是左轉 那哪 就是 剛好車子來 執行 對撞 剛好又超 汽車可能又超速各方面 是是 那因為機車就漏包田 有時候 真的會 造成 很危險 通常就是死亡車禍的發生 對 所以機車其實 除了戴安全帽以外 真的還是要遵守交通規定 規則 要一一規定兩段是左轉 然後 才是比較安全的 當然 當然 汽車要遵守速限 這也很重要 是啊 講到交通問題 我就想要跟 這個 預先來談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屏東的交通的建設 這交通建設一直是 屏東人很渴望 而且很盼望很久的事情 對 尤其像是 無論說像高鐵 高鐵延伸到屏東 或者是說這個快速道路的問題 就是很多的民眾也渴望很久 那 當地民眾的需求就是希望說 能夠讓交通更便利 那針對交通的問題 預先你有什麼看法 其實交通 因為我們長期 我們來看過去的建設 國道一號就直到高雄 對 只有國道三號有到屏東 最南端就是到零邊 要接台一線就要南州下 但是我們 屏東館非常狹長 我們還有 觀光生地現存半島 對 我們只能依靠台二十六線 沒有 我是希望我個人 進入國會 我一定全力以赴 為鄉親爭取平安的快速道路 除了是觀光交通的問題以外 更重要的是 醫療後送的問題 這很重要 對 因為你省到再怎麼快 你就是 好啦 救護車它可以超速 可是你這沿途的狀況很多啊 行街的路口也很多啊 有紅綠燈的問題 有各方面的問題 塞車的問題 變成說 從恆春送到最近的東港 可能都還需要四五十分鐘的車程 這四五分鐘對 需要急救的病患是很 很重要的黃金急救期 所以 這條快速道路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來就是 也可以紓解說 我們平常 像那天 也算端午節連假 最後一天 我剛才去劉球參加藝術 回來 回來到當天 我就拚來 演春 沿路都車多啊 南北都車多啊 那是說 剛才我們的司機大哥真的是老司機啊 沿山公路也是在施工啊 也沒辦法走 所以他走海線 海線就是堤防旁邊的路 閃過了一段的車潮 是 那當然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 在正常的時間到達橫村啊 OK 那不然正常 那天我也看過臉書 那天我跟回程那個人到 到東港了 啊哈 看過一個天津的記者 他要載他們做家 回去潮州的學校 是 還附在我們的房間 哇 因為車子真的很多 晚上八點的時候 嗯 所以這個快速道路 我是覺得是 一定要爭取 嗯 也要在最短的時間 建設 是很重要 OK 因為我看平北的快速道路 也 也在規劃啦 嗯哼 所以整個屏東線應該是要均衡發展 嗯 不要說 哪個地方 中北清南還是中南清北 都不好 那高鐵呢 高鐵講很久了 高鐵我覺得 是有必要的 嗯 因為 這也關係到屏東的發展 是啊 啊當然如果說 人家說的 輕重緩急啊 對 但我覺得快速道路更重要 嗯 因為使用者 是比較多元的 對 只要有 有汽車就會 就可以使用 嗯哼 那高鐵有的人會說 啊要花那麼多錢 嗯 啊然後 就節省幾分鐘 嗯 有沒有這個經濟需求 對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我們 整個西部幹線 最北邊已經都到南港了 嗯哼 身為最南邊 我們國經濟啊 也應該要有高鐵啊 是 這是交通平權的問題 嗯哼 人家海南島 就已經環島高鐵了 我們還在 還在爭取只是 高雄延伸到屏東 嗯哼 但我們的 我覺得還是 就是要均衡整個台灣的發展 好 環島是最重目標 好 來玉仙最後大概20秒的時間 請跟大家做補充 嗯好 我們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嗯 這件 玉仙參加我們國民黨的東來籌算 嗯哼 啊籌算的時間 就在我們 後禮拜四 嗯哼 就是27號 嗯哼 然後29號 晚上的6點到9點 要進行國民黨屏東縣第二選區的 立委初選 嗯哼 懇請大家 一定要在家 顧電話 OK 支持在地 長期在基層服務的玉仙 好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 這裡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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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